港人和平争取民主的雨伞运动引起全球广大回响 但观察国际媒体和香港媒体的报道 港人普遍感到香港本地媒体对于雨伞运动的报道 不够全面客观甚至疗于表象 香港雨伞运动全球媒体关注 但相较于国际媒体聚焦运动诉求的和平理性 称赞集会人士是最有礼貌的抗议者 香港本地媒体似乎不那么友善 望角冲突 商家抗议占领者造成经济阻碍 香港大部分媒体侧重的面向似乎仅止于事件表面 政府挑战士的回应 还有官方每天录音机4的例行记者会直播 我亲身来看过都不是他们这样报的 就是很多那些讲点不讲点这样 就是有没有深入去否释 没有分析件事 只是说阻止条路的经济就没有钱的了 他经常都讲钱的 不是讲件事的原因啊 分析啊那些这样的 香港特首梁振英连日来被指处理群众集会失当 又被爆料涉滩 有媒体播出梁振英独家专访 反而被网友亏讲得不清不楚更像帮腔 香港的言论自由正快速收紧 雨伞运动已经袖剑端倪 新条亚太电视香港采访报道